头89线2月初因连续降雨及地震 导致边坡再次坍塌 土石滑落造成道路中断 目前虽已暂时清除路面石块恢复通车 但这个路段已经造成常态坍塌区 县长李明珍特别前往勘查 将会为请工程雇物公司提出最有效的复建方案 县长李明珍由公务处副处长李空黄 仁爱乡代理乡长张子孝 新议员廖文贤 代表会副书席萧传吉 吴明德以及林静多位村长陪同 深入头89线会堪 了解这处大摊坊路段的最新状况 并做出了初步的讨论 林县长表示 头89线道路摊坊中断 将使仁爱乡发祥 例行翠华三村六部落 2000多位居民交通出路 以及行车大受影响 县府这几年已经陆续改善沿线的破损路面 以及危险路段等工程 这次针对15K处再次坍塌 县府会在与顾问公司 研议最佳的复建方案 希望能解决育雨崩塌的难题 前天我们旅行产业道路15.8K这个地方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崩塌地 前天又崩塌了好多的石块下来 造成这个道路中断 所以我们会请顾问公司尽快地来设计 做改善 一次把它改善完 我们在33K那个地段做货柜 三年来效果都非常良好 都没有在贪荒的情况发生 我们都一定会考量 来把它做进一步的改善 保护我们旅行产业道路 不要一旅就贪荒 就到这种交通中断 对我们旅行产业做八个部落 带来交通非常的不便 我们会尽快地来做处理 廖议员表示 这次县长特别前来会刊 向施工单位指示 希望能够提出具体有效的防范措施 以减少当地再次有落实的情况 这几天的豪雨 在旅行产业道路头89线 这个地方造成落实非常的严重 造成交通中断 希望能够提出具体而有效的防范措施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前往这个华岗 还有翠兰以及农民到田间耕作的必经之地 所以这个地方随时一定要畅同 以免造成我们村民的不便 仁爱乡代理乡长张子孝则表示 春节期间这里都在下雨 导致逢雨就落实 县长就任以来 花费在这里的经费与工法 可以说是绞尽脑筋 今天又与相关单位前来会刊 并马上指示如何处置 当地居民都非常感谢县长的关心 我们也都非常清楚 我们的县长自就任以来这两届 花费在这里的所有的这个经费 跟这个工法实在是绞尽脑筋 所以我们这个翠兰地区的乡亲 都非常的高兴 同时也希望这个整治方向是对的 所以今天相关单位 县长来了之后都在这里非常细心 而且把这件事情当作非常重要的年度工作 我们在这里也代表我们人爱乡的乡亲 谢谢我们县长 县府公务处指出 头89县15K到850K处 大型坍塌区已是重复制灾区 县府长期监测发现 除了边坡有长台性崩塌状况外 已有浅层土体滑动现象 经县场研议后 除了评估失射变道 将坡面松动的土石清除的可行性之外 并针对上边坡开发区 妥善做好水土保持措施 降低净流水持续掏刷边坡的情形 记者陈导致仁爱乡采访报道